2,300跟Punk的同水準 我都超過Punk了 我這一季確實是沒怎麼打RO啊 我這一季RO就打了三場吧 要是我好好的打RO事情就不一樣了 隨隨便便都是亞洲杯的冠亞 第一團練來風之谷 他們至少有在團練啦 我的團 我們可能玩永捷無間的時間還比玩RO的時間長 永捷無間也都沒打幾場了 好來給昨天沒有看到的觀眾前情提要一下 昨天呢我們去了一趟荷歡山 然後荷歡山呢被這個魔教 用火給燒了 武林正派全部都被燒死在山上 此時有一個 奇俠跳了出來他叫做瑞森 然後把這些魔教翼王打盡 成為了武林盟主 然後我們也是趁著他們打成一團的時候回到唐門 你們終於到家了一去一回大家都像是老了十歲 荷歡山的事情很快就已經傳遍了中原 山師兄也已經知道了 但他卻不急 平安回家才是最好的 哎呀難得回家了 這個多多團練啦 唐門要團結啊 先回來看一下大師兄啊 有一些師弟出去之後也要一起埋在這裡啦 雲霄雷霆霹零刀 飛天腳練滿有什麼東西嗎 什麼都沒給 好廢 好想學佛啊 好想學佛跟那個道教啊 學問還不夠 我想學佛啊 徐盧露零覺醒了 直接練孫子兵法 哎呀 徐盧露零什麼能力啊 要不動如山 徐盧露零提升輕功 四師兄已經去那個啦 北漂啦 現在還有一些 門派喔在懷疑我們唐門 是邪惡的 邪惡的門派 到時候一定會讓他們知道 來啦團練啦 向心力又大幅上升了 由山師兄代操團練強身健體 灰灑青春汗水 啊 他們要走了 師兄我等二人 今日起就 執行下山了 啊 我身為一個有禮貌的人 身為一個君子 休養又在上身了 兩位師弟 持續尊重 我們不做同門 人是朋友 我們是永遠的朋友 我們是一輩子的堂門 最近幾天來找我商量去路的師弟妹們都不少 大難零頭各自非 本來就是無可厚非的 這兩個人 好歹在唐家中次 扣過頭 慎重辭別的了 不辭而別的 那就過分了點 師弟 我有一言要對你說 你可別勸我下山喔 你仰慕的人已經不在這裡了 我還有掌門 我愛堂門 三師兄 你為何不走呢 靜人士聽天命 俠者 不受名利所牽 即便我們已經看見終點 也要抬起 也要挺起胸膛 把這趟路走完 無須多言 我奉陪到底 好像在匹諾康尼看過啊 欸 師師兄怎麼回回來了 還不是為了師弟的遺囑啊 你去划山求丹了 我一下山便去了 拜你所賜 全部都搞砸了 經商這件事呢 就是把一個東西 賣到另外一個地方去削錢 物以稀為貴 有人想要價格 就可以哄台 經商這件事呢 經商這件事呢 就是把一個東西 好比你在唐門命運很賤 一千到經國去就會身價大漲 你懂嗎 我被你妖言所獲強行改變路線 本來宋經就算對壘也不敬貿易 現在情勢已經緊張了起來 蛤 我動搖了兩國的情勢喔 因為你們殺了錦香宮啊 皇帝已經氣瘋了 說錦香宮裡面有他的子女 要出兵啦 經國皇帝的子女 剛好 在錦香宮 我們跟錦香宮同一陣線的耶 這這麼剛好 我們劫後餘生保得小命 但是虧得血本無虧 其他出資人都覺得我要負起全責 我就被我的傷隊踢出來了 那那也是沒有辦法 就好好回來重新經商吧 我是想吃一頓寶飯 睡一頓寶教 起來再跟你們抱怨 好感度大幅上升 打我幹嘛啊 四師兄 好感度大幅上升 雖然他挺值得同情的 不過見到他回來 我實在是很歡喜啊 你還是我一輩子的四師兄啊 我跟四師兄感情可好了喔 看好了 滿心 我的妹妹啊 我的妹妹到底你在哪裡啊 我跟掌門的感情也挺好的 出門去看看吧 外面下著雨 不知道非時邦的人 回來了沒啊 非時邦 你們回來了沒 希望你們也能安全到家 來喔收房租喔 收房租喔 有囉有囉 大家都來孝敬堂門囉 又是這個包子 傳說中的包子 一日現賣 不過是個包子 泡個溫泉好了 師兄弟們想要偷窺女弟子 你們給我住手 我身為大師兄 是不會讓你們這樣做的 你得到了師姐妹們的支持 藥鋪 藥鋪 都沒有去過啊 藥鋪看一看 發生了醫療糾紛 患者家屬需要索賠 生死有命啊 還請節哀啊 歐彌陀佛啊 任憑你怎麼好言相勸 也無法平息他們的憤怒 最後你被關抓走了 又怎麼啦 怎麼會有醫療糾紛啊 還泡個茶啦 哎呦這個人懂茶的喔 人很少卻熱得清閒 師兄回來了 應該又可以買東西吃啦 陳布什團練一下 四師兄 你回來了 你最近又帶回了什麼 陰陽火血服 江湖快爆 陰陽火血服 不錯啊 來給大家燒一道好菜啦 好不好 長個廚 好久沒有給大家長廚了 你煮了以前小師妹最愛的菜是 你用盡了心血自掏腰爆加菜 時光也不會為你倒退一秒的 小師妹不知現在 過得好不好啊 師兄 數字正心堂會議缺你一席了 哎 差點忘了 會議三個人 還有一個掌門 那麼約會就此開始 場面話就免了 君情要請 那我就直說了 今早 知客廷有飛劍傳輸 乃是武林盟之小文 他想要深討唐門 宣讀罪狀我挑些至關重要的說 他說我們是魔教的黨羽 信非和順包藏禍心 敬俠邪癖 殘害忠良 為人神所同氣 天地之所不容 希望我們可以棄暗投明 莫文不忘為言所聽 莫文不忘為言所聽 他說他們一定會匡扶正義 1月15 匯師屬中 報告天下 殺光我們還來得及出 吃元宵呢 瑞盟主竟然不給我們半點的情 情分 哎 他是唐門的女婿喔 瑞盟主有七位交妻 每一個都是國色天鄉 大有來頭 其中有跟唐門勢不兩立的大派高祖 他每個都愛啊 師弟此言差矣 讓小姊妹出嫁 就不是用他的終身大事 換我們的平安 瑞盟主那樣的人品 好朋友想必不少 他身邊的人都跟他說 唐門是魔教 要他怎麼不信 就他而言 這是義之所在 不得不為 我們是被冤枉的 我憑一己之力 動搖了門派的根本 沒有唐門 小姊妹依然有家可歸 今天仙義別式我們三日之後再下決策 用三天決定門派存亡大事 要是掌門跟大師兄那是一眨眼的功夫都不必考慮啊 直接先殺 要笑我幽龍寡斷我也無話可說啊 三師兄你走正道我來處理其他的 除此之外還有什麼議題要商量嗎 還有其他議題喔 看一下 特訓斷考 我們這樣還能進行斷考喔 來啊 還有誰要斷考 那麼就來舉行斷考吧 本門以前確實有這個習俗 自從掌門病倒大師兄辭世之後 就沒有人再有心思提及了 不過你在這舉行斷考幹什麼呢 如今 亡羊鼓勞一般也好啊 指點一下 師弟們吧 若有本領都不計乾脆就直接打斷手腳扔出去 免得他們死在堂門啊 嗯 師弟這主意著實不壞 我們好緣相勸就好了 也好勸不聽的就再打他 考官是 是我 喔 既然是你提議了這次就由你來擔任考官吧 你就跟他們兩兩拆招 你就看他們兩兩拆招稍加點播就可以了 我就是以前大師兄的位置嘛 沒問題 經過了數個時辰之久的斷考 師弟這是不是講的比你還好啊 就算是從前傳攻 死私俗再生之時 授客也沒有師弟說的這般深入遣出簡明惡藥 哎呦我這麼厲害啊 你的天賦在此開花結果 不論你自身實力如何 你在指導旁人這件事上 展現了非常優秀的水平 受你指點的師弟妹們 武功突飛猛進 門人血量增加了 還有師妹萌生了愛情的 崇拜之意 我這就是大師兄的榜樣啊 忘形天懂不懂 你們這些傢伙先給我把忘形天好好的讀一遍 請 關子兵法快學會了 詩門新開就我們幾個扛責任真的是很大 去問問大家的意見吧 龍香 你怎麼說 我找了你半天怎麼躲在客棧裡啊 我心中苦悶又想賺點錢就來街上賺賺看看有沒有我也能做的工作 你這個喔 你能做的工作應該是蠻多的 都是好賺錢的 你做的那個都是大工作 大火 我意識到自己似乎是俗稱的廢人 不用賤的話竟然傻也不會 會用賤可以了啦 國父怎麼說 國父說話 不是 國父歷 有 還要去 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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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 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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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好好付錢的 我今天有去抓小偷你也可以吃喔 啊五檸檬這件事你打算怎麼辦呢 看來還是插不開話題啊 唐門如果要跟五檸檬正面對決的話 我與你們同進退 你自己希望怎麼樣呢 我希望大家可以不要這麼暴躁 這可難了 但他們都是人雲亦雲的啊 我所憧憬的狹義都是一廂情願 好像都是幻想 勢眾者一言九鼎 世故之人唯唯諾諾 武功高的人可以不講道理 這樣的江湖令人感到很虧心 即使是現在我也會夢見王大叔 夢見大師兄死去的那一天 夢見風雨山 我已經不想再揮劍了 我想隱退 完了他的心魔越來越嚴重了 精尊清酒 斗十千 玉盤 真朽 值萬錢 停杯 頭酌不能死 拔劍事故 辛敏然 來這口學你記好 這是你做的詩嗎 沒錯 這是我做的 恩 李白 李白道用我的詩喔 你似乎真的是無所不能啊 那真的是我做的啊 說實話有什麼錯 唐門興衰每一個唐門地址都責無旁貸 靜人士聽天命 如果唐門真的要亡那也是命中有數 你卻不一樣 你還有大好的人生 抱歉啦 我答應要收容景香宮的人 結果我們也自身難保了 如果我們要死守唐門的話 你就下山去吧 我是要留下來的 你不怕死 我也不瘋啊 但我愛唐門 為了事情不會演變成那樣 我要全力以赴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但我要邊吃邊想 會胖喔 你看你都這麼胖了 要走的話記得來跟我道別喔 如果大家先喝果醋再吃 再吃這個雞腿的話就不會胖囉 總覺得有點落寞 我能做什麼 到哪裡才有人需要我呢 看一下師兄弟們 我們的向心力這麼高 大家肯定都願意留的吧 打鬼啊 這事本來也瞞不住 這就人盡皆知了 師兄 我要說說我的看法 來 請你跳上屋頂 發表你的高見 請說 那我就說了 正面圍抗武林盟 不是上策 不如我們送禮去 各派打點 請出武林哲老為唐門說相 南宮大俠已不在世 江湖總有其他的好人 恩 聽上去十分合理 我們唐門呢 也是有不少的鈴丹 還請師兄向掌門見言 但我覺得他可能不會聽 因為這不像唐門的作風啊 我們去求別人那是很丟臉的 但性命要緊啊 骨氣才是最重要的 唐門可以滅 但寧死不屈 跟廣州的唐門不一樣呢 熱血沸騰啦 爽吧 多謝師兄指教 我沒話說了 我與唐門共進退 我們唐門就是要有狼性 有血性 大家總結了各自的意見 想拚了居多 想拚了居多 我們威武 不許偽哉唐門 幾時落魄到要向人低頭扶手了 說亮話 我們要是求安穩就不會選唐門了 唐門要是不夠狂我們還不來呢 對 跟他拚了 大家怎麼這麼火爆來 吃冰 不管就要打架 啊可以可以你們去打 不要打我 啊打架 今天別做其他事了 我得自己好好想想 你依然憂心重重 都有定見了嗎 我們取來直筆 一起公開吧 且慢 我有一句想說 席爾公聽 你又有什麼主意 其實此局倒也不是無解 但是此季可能會動搖國本 這麼嚴重 來 你們看地圖 大宋主力在前線抗經 騎士則在靈安 靈安在東 唐門在西 這就是三高皇帝遠 可是唐門有外保 是武林之中唯一可以 對軍作戰的特例 湘軍未必打得過我們 掌門千里追殺人的兄民 也非浪得 朝廷摸不清我等的虛實 也怕會 讓武林人全部打起來 所以朝廷驅使上官釋迦 想要吃掉我們的產業 用武林大會招安 他想借刀殺人啊 武林盟結城主要是為了掃蕩泥教 泥教在這個位置 啊我們怎麼這麼偏僻啊 唐門在此看似被包圍了 但也可以說我們阻斷了他們的退路 他們想圍攻泥教往東與武林盟繪師 我們就直接偷襲他們家 讓他們無家可歸 所以一旦與唐門開戰 就一定要先打唐門 哎呦我們這個位置 天時地利人和啊 不是他們包圍了我 是我包圍了他們啊 全真高山都不在中原 一定也不會過來的 典昌派 哎呀 典昌派怎麼這麼遠啊 更偏僻 典昌派要是不是 不加入我們 到時候風水輪流轉 最大的變數就是空銅派了 要是沒有別派的資源 空銅銅我們 那就萬事休矣了 怎麼了都不說話 這是看妖怪的眼神啊 你怎麼有這麼大的能耐啊 我有讀書啊 三師兄多讀書啊 就跟你說要多讀書了 我出國留學 就是讀了這麼多書啊 樹葉有專攻啊 而你所言不單是兵法 還有縱橫家的風範 你以前不是這樣的啊 三師兄只會講那一些 子曰 人之初性本善 要是掌門此刻清醒會怎麼做呢 不能只有我痛苦 全天下的人都要一起痛苦 武林盟這是惹錯人啊 我願意相信你的計策師弟 我願意相信你的計策師弟 有勝算誰要當烏龜 你的才能開花結果成敗由未可知 開闢出了全新的道路 此次關係極為重大我要去焚香 把決策告訴唐門的祖宗 今天就此善會 要幹就幹得轟轟烈烈 好 我們要拼得轟轟烈烈 我先去做點別的事 我有什麼事可以做 去告訴大師兄 大師兄 我們要出去打架了 我要帶著你的展天黑衣雙龍劍出去打架了 孟子約 沒什麼可以練勒 除非學猴啊 我唐生以代長們的身份要宣告一件至關重大的決策 如諸位所窒息我們秉持狹義 除非中緣浩劫 否則從不解擋 我們會毒藥會暗器 我們行得正做的子 但卻不是大家所說的武林正派 我們所行更是慶竹難輸 如今朝廷想要把我們殺光光 我們非常的難過 我膽子太小 固然怕死 更不敢逃 一走了之聰明 但那就不是唐門了 我們逃走了 那就愧對了唐家的列祖列宗 老掌門把唐門交給我 不是讓我們當烏龜的 所以我們要拼了 集結西武林盟 這才像話 三師兄 你就是 心事太重了才飛不起來呀 你要開花結果啦 就算是要死 我們也要在他們 臉上塗泥巴 誰也別想好過 我要引用掌門的舊話 無論唐門勝衰死我都會說 俠者不受名利所謙 但求問心無愧 唐門興火 自古如今 火還在燒 木葉 生生不息 只要有火的意志 高山派都是一些僧侶 與本門又有共抗舊魔教的情誼 想必是不會咄咄逼人的 我想他們最大宗的勢力 一定是全真教 這個秋真人作陣 是名副其實的武林第一大派 全真教的人數跟丐幫一樣多 不得不防 全真弟子 無論老少大家都會 全真劍法 還有 北斗七星陣法 非常難纏 再來最大的強敵 可能就是丐幫了 人實在是太多了 我們可能會變活活餓死 第一名呢 第一名是林池啊 丐幫龍蛇混雜 身無藏物 只有自己的性命 只要我們身世壯大 他們一定先來送命 其餘是派清澄而眉位於屬地 我們一定要 爭取到他們兩個的支持 還有北方的空童 南方的點倉 恩 盜法將軍和衛掌門雖然對本門友善 但是其他掌門就不知道了 一個不好 又會樹敵 所以去空童人選也不能隨意 你沒削他們錢吧 而鵝眉派呢 巷掌門身長不落 從來是與世無爭的 但他們很是用力踢 一定會 支持我們的吧 你好歹是帶掌門 好啊 都 都不要走啊 你的名聲 我很怕你去了就回不來啊 你有事要出門就會說你是帶掌門啊 鵝眉派 既惡如醜 這傢伙去了 怕是會被亂犬打死 你這個奸商 我看也是差不多啦 好 就由我親自去一趟吧 清晨的話誰去呢 這深屠龍不說先鋒盜谷 也是年輕俊俏 輪迴奪色雲雲純屬懸說 又有幾人信他返老還童呢 事實上連我也一度存疑啊 我還以為你是被人家打破頭啦 康山俠那個傢伙真的是鬼 連龍女俠也這麼說那想必卻有啟事 好啊不信我 信一個龍香 竟敢懷疑我 賠錢 能讓你釋懷一點那就收下吧 實地利用了三師兄的愧疚之心 是我就一定不肯給 三師兄賠了錢之後就心安理得 對啊 我是要讓他 心中的那個 心中的那個懷疑感消失 讓他的愧疚感 全部消失 我們之間再也沒有 任何的鑲嵌 四師兄的道德更下一層樓了 有生屠龍在清晨之中 要想說服清晨 困難重重 即使如此去勸說他還是異常的兇險 我們需要有個好人選 那不就是我嗎 蛤 是我 司弟你口若懸河自然是最佳人選 但是你用武之地多著呢 最後是點倉派了 我們一點倉的數卷是難解 點倉派到底跟我們有什麼仇 為什麼一直要打我們 明明就好好的啊 上次我們還幫他們 從前都是南空世家居中調停 不然他就殺過來了 如果我們組成了西武檸檬要跟他們打架 恐怕是碎了他們的心意啊 只能說那些傢伙不太正常 六大派之外就是南宮跟上官世家的態度了 南宮 與本門交好 與各派的交情也同樣匪淺 態度如何難說得很 好就由我去會一會阿森吧 以阿森跟我喝過交杯 酒的這個交情 我覺得 他還是得給我一點面子 我跟他感情好得很 不然找阿淺也可以 阿淺如今不是在哪裡留學 不能指望南宮世家還像從前一樣對待我們阿 他們那麼好的人 就這樣走了 近年江湖動盪走了好多人阿 其實這才是江湖的如山真面目嘛 上官世家 這個以上次的態度來看的話 我覺得 他們釋出的善意很夠 這居然沒有上官世家的人 事到如今已經再明顯不過了 上官世家金盆洗手是假 他們想要成為朝廷的鷹犬 荼毒武林同道 好 難怪本門橫貨不斷 產業一直在虧損阿 原來是有人在搞鬼 他們圈養的江湖門客都且散了 但是蒼斑還在 不知道會來多少人 最後是錦香宮 無論如何人間到法王已經死了 這是在眾目睽睽之下發生的事情 後來的那一位錦香宮人帶領宮人收回退隱成名向盟主致意 卻以風雨山一億元氣大商為由 謝絕一切拜訪 不接受任何人之欠 躲起來了 生氣啦 也許他們最初就應該是這樣的 為什麼 他不帶著大家在風和日曆的時候善聊呢 為什麼要去無名大會 難道 他還有招 龍香你能想明白嗎 龍香他想通了 說起來和錦香宮最像的門派說不定就是唐門 一樣離經叛道 師傅覺得男尊女卑不合情義 所以才叫我們勇敢去想 挺身相抗 武林之中也只有唐門敢正面為抗朝廷了 我明白了 只有在唐門 我才能想到這些事情 為了尊嚴 一切都是為了尊嚴啦 你沒說錯 我們沒有做壞事 娘子君也有傲骨 我們都看到了 錦香宮沒有一個人是跪地求勞的 我怕你對本門的做派生疏不曉得 沒錯 打 就是大家 那邊的師妹們怎麼突然那麼兇 師兄李小新啦 他們想要搶掌門的位置啊 縱上所述 我認為 錦香宮是有意在搪射武林盟的 錦香宮 真風亮節 一定不會恩將仇報 啊 那時他就透露他是刻意把工人 與師弟妹 相處結交 好在將來把工人 托付給唐門 最後就是尼教了 這尼教 東西武林盟 分庭抗衡 是為了形成鼎立之舉 相互抗衡 可不能掉以輕心 最後讓尼教漁翁得利了 這尼教兩個法王 不是被他瑞昇給宰了嗎 大祭究竟是否能成 此祭有可未知 如今當著各位門人朋友的面 我們就當作四師希望可以群策群力 齊心動員 促成西武林盟的結成 共抗武林盟 那天那兩個什麼地獄道跟惡鬼道的法王 瑞昇一個人衝進去 拿下兩顆人頭 喔 真的好強 不會是武林盟 我們將於2月15號召 召集江湖俠士在本門召開大會 共抗武林盟 打架 打架 來師弟們 我們來好好的團練 大家好好練習啊 展天黑翼雙龍劍 感覺是真沒什麼好學的 孟子曰 如學 抗讀 抗麻 徐如靈 沒什麼事情啊 多出去走走啊 來 大家好好團練啊 今天由四師兄代操 向心力標起來了 這就是我們唐門如此的團結 這封四信一定要送到空童四位掌門的手中 內容雖然是一樣了 抬起卻不同 絕對不可以混淆了 我記住了 紅色的是給飛天門 藍色的給躲破門 綠色 鐵拳掌門 黃色 玄弓掌門 沒錯 一路順風 一路順風 我正想跟你說了 你竟然就派人出去啦 你曾留學過 本來應該是最佳的人選 但是空童實在太遠啦 你一去一回 武靈王就打過來了 你我少了誰 都是不行的 這麼遠喔 好久沒打鐵了 新的衣服可以開發 神奇寶貝球已經不夠力啦 我們還需要一些 唐門精英小劍不知道有什麼能力 竟然要大戰了 地鳴雷 我還有無形劍可以敲耶 神奇寶貝球 唉 清晨那邊 實在不知道派誰去好啊 要把姓丟了 就跑也不難 但這樣 無際於事 要跟他升壇 又怕被生屠龍出手 暗殺 那看來只能放棄清晨了 也只能這樣了 開發 raising 拆到自己的手了 opened the open 現在沒有開發五行劍喔 就有可能 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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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嘩嘩嘩嘩嘩嘩 嘩嘩嘩嘩嘩嘩嘩 嘩嘩嘩 做出了令人滿意的結果 二無形劍其實點一半就已經快比那個還痛了 你又敲到了自己的手 怎麼都沒有敲出一千塊阿 阿多錢阿 讓我敲個一千塊出來阿 掌門師兄造師兄我夜師手紅 雖然行差踏錯但一生都在讀佛 江湖人稱佛手香我也讀過幾部佛經 加上我江湖名聲不壞 常常聽禪師講法 由我出死而沒一定是再合適不過了 好 全開你的了 屋頂俠 哭阿我要去哪裡賺錢阿 怎麼出不了門阿 有沒有人想爆掉阿 向心力大幅向上 你學著從前大師兄的樣 抓著在用功練習的師弟們遊山玩水 如果這些師弟們能僥倖存果 今天一定會成為他們珍貴的回憶 沒有錢阿我沒有錢阿 褲子書到都沒啦 今天由我來代操 去看一下 檢查一下這個女地址房 有沒有什麼問題 如今你知道小師妹為什麼摺這麼爛了 小師妹會不會寄紙賀回來呢 如此一來感覺各派都有人出死啦 武林盟那邊也聽到消息了 大家都暴跳如雷 紛紛站出來踏伐本門 尤其是丐幫跟高山福建分院上官四家 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 你們怎麼不慌阿 要是我怕他們就不來 那我就抖一抖吧 也是 怕個屁 別慌 大家別慌 那我們現在開始廣收門人 師兄接下來怎麼辦 我們也要架台子 梁棚插旗布置嗎 沒有那種閒情意志了 我們號召西武檸檬 就等於是不承認他們了 他們一定很快就會打過來的 恩 再急也沒有用阿 那我要下山去把錢花光光 免得死的還便宜別人 我捨不得花的錢 到時候會被他們拿去買新的裝備 那我去把 沒來得及 縫給大師兄的衣服 縫好燒給他吧 那我去把大師兄藏起來的酒 也喝了吧 又是這包子 行個傷吧 又賺了一千元 又賺了一千元 好窮阿 連包子都買不了了 唐山回來匯報了 你可回來了 我一路平安 這個完全不可能失敗 欸 我沒能完成使命 巷掌門一定要跟我們為難嗎 呃 那 惠民二生找我們一步 已經給他們灌了迷魂湯了 他是南高山的老住持啦 呃 他有著高升的風範 我受益匪淺 卻又背棄於他 改頭唐門 巷掌門清高不能容 故而把我拒之於山門之外 我絞盡老知 想方射法也見不到一面 就當此時 忠 忠明一想 我突然就盤坐在了山門 我知道之前種種無法挽回 並非不愧 之所以不愧 是因為不敢 弱斯門的威風 更何況我可以跪天跪地 跪佛 跪掌門 卻沒有道理跪而美 雖然不貴 但要表示虔誠 還有別的方法 於是我開始 不吃不喝 不眠不休的讀佛經 從 波羅 波羅多心經 金剛經 法華經 華岩經 到我所有的經文 全部 都念了一遍又一遍 我又餓又渴 直到我終於死掉的時候 醒來的時候 我就在峨眉山上了 只是我最後也沒能取信於他 像掌門說他奉南宮大俠為盟主 為武林獻力共抗魔教意不容辭 但現在 武林盟說誰是賊誰就是賊 不是他所樂見的 身為掌門他也不能公然的與他相抗 也就是說他可以偷偷摸摸的 幫我們 所以他決定兩邊都不幫 只怕不是不怕 是不幸啊 實在是太天真了 起碼不用擔心 額眉響應古檸檬了 好 OK 額眉不沾 肉包又來了啦 一日現賣的肉包 今天又賺了一點錢 每日限量 四師兄是不在家是不是啊 我都不出來給錢 巫星劍怎麼點一次要20 哎唷好硬喔 怎麼這麼貴啊 你開始變得暴躁了一點 他剛六升七超級貴的耶 1月下旬 2月15就要 結成這個武林盟了 師父師兄我們回來了 你們兩個是誰啊 左邊那個長得像忍者一樣啊 三師兄的徒弟卻叫我師兄 真是 真是奇怪啊 你們遊說 屬地各地門派有沒有什麼斬獲啊 我們去了青蟒幫白豐在龍馬堂和江派 就是一些小小的門派 他們不敢得罪堂門 也怕武林盟當作與我們一掛 好 簡單來說他們不沾 你別教壞我的弟子啊 為死之心人皆有之 不能因為他們畏縮就記恨 不然我們跟武林盟也沒什麼兩樣 死刑辛苦了 你們說這什麼喪氣話呢 這不是被二師兄毒打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來的 忘記他叫什麼了 先惹師妹 你這些日子都上哪裏去啦 內戰之後就不見你的蹤影了 你以為我死啦 我不過就是出門旅遊啊 我喝茶的時候聽說你們想煮什麼西五檸檬 我的天啊 怎麼幾個月沒回來這麼大的陣仗 沒有 你聽錯了 人家是女生耶 這麼顯惡的局勢 堂門歡迎你 這是我家 你們還敢不歡迎我 我差點忘了說一件事 我出門在外的時候 結識了錦香宮的朋友 消息傳的老遠了 江 江陵洞庭都在傳你們想鬧事 這什麼是鬧事呢 啊 錦香宮想要全部搬過來一起住 住我們家隔壁喔 這可是個好消息啊 告訴香香姐 好到時候我們多給他們送一些水果啊 死姐還是老樣子 真夠粗魯的 懷念的感覺 空同派的那個還沒回來 希望別出什麼亂子啊 他們好歹是名門正派 不可能 總不可能吧 唉 回來了 阿胖回來了 飛時幫主西同夫人 敗鐵求見 飛時幫快快有請 飛時幫肯定挺我們吧 我腦子不靈光 以前都得罪你們好人了 你們不要跟我計較吧 希望你們可以讓我們到唐大俠的墳前上香 事情經過我都聽說了 我們大師兄俠義捨身 是我們引以為好的事情 害死他的是別人 冤有頭載有主 我們一定會去找仇家的 阿彌陀佛大師兄 一路走好 我不光是對不起唐大俠 也對不起你們唐門上下 實不相瞞 我做過逃兵 做過沒本錢的買賣 生來就是個不成器的 多虧我夫人不嫌棄 我才有心上進 但是人學壞是一念之間的 人學好卻不容易 剛到屬地那時 大家都不信我真的改過自新 我們都是仰賴著唐門的義田才沒有餓死 後來我們創立了飛石邦 日子越過越好 結果卻忘恩福義了 我十公園真不是個東西 真該死 是我日日催著他必須出人頭地的 證明我沒選錯人 光是溫飽還不夠還得體面 體面也不夠還想要錢 也要全 是我一力主張 想要己身大幫大派之列 想要跟唐門爭第一的 食狼執意不肯 我才離家出走以此相逼 江湖就是如此啊 往大處想 我朝打別國 他國打宋國 都是一個樣子的 不管怎麼說都是貪心啊 我在外不知何去何從 偏是我想對付的人 為我找了尼古安 因為你們唐門飛俠 是為了天下女子撐妖 太猛了大師兄 天下的女人都是你的朋友 虧對唐霧俠一諾千金 我們兩個才能看清本心 就算你們度量大不同我們計較 可我們老是過不了自己這關啊 就這樣擱著心裡也不痛快 都過去了 放不放得下 他都已經走遠囉 但你們還活著 我知道你們要幹一票大的 來 我飛石幫 也要站你們唐門這裡 這一次我打死也不當逃兵 飛石幫將與唐門共進退 那包子又來又來騙錢了 蛤? 龍香的錢包被偷了 這次我們的門派資產應該是已經標起來了吧 看一下我們門派資產 唉呦我們門派是有在賺錢的喔 這個藥鋪竟然還有等級的 打鐵 又敲到自己的手 欠了好幾萬 沒想到真的有一天可以還完啊 今天又賺了一千塊 從前唐門還很熱鬧的時候 大家都在後山玩鬧 一起玩水練功 都是大師兄帶頭的 掌門很頭痛嚴令禁止 小師妹也常常裝作不知道 一言不發默默的跟過來 她只是安靜的待著 等我問她要不要吃魚 她才會沒開眼笑 她小口小口吃著的模樣真是可愛 她嫁的人是一個不四處的少年英雄 財財武功都剩我不知道多少倍 不知道她會不會想念唐門 我的決定是 國父說話 OK 下面兩個 國父再次說話 國父再次說話 決定練功 國父說她要練功 國父說她要練功 你心煩意亂 不土不快 打起了拳來 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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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讓我參悟了武學的奧秘 即使不死暗器 我卻能用旺行篇使用天下各家的武學 不拘於行 不過我獨自修煉 始終是碰上了瓶頸 數月以來 進展緩慢 要說跟人拆招 他們的路數我也已經摸透了 如今我隱約知道了 我能進步神術全屏的技巧 實力比我更強的敵人 我也有機會賽贏 可是單屏技巧我就要止步於此 還想更上一層樓 我就得苦修內功 小師妹 這有可能嗎 依我說啊 你都嫁為人父了 別搶著五刀弄槍的 小師妹 我也回來了 欸你們怎麼都回來了 你誰啊 小師妹 少在那邊對著有夫之父 面肉垂錢之色了 別人回娘家看看啊 我們念舊穿舊衣服啊 因為他想回來啊 因為他想回來啊 我還想著你呢 小師妹 宰掉旁邊這個母豬你會生氣嗎 你知道我是誰嗎 我可是師姐喔 我家老爺是他官人的敗鐵兄弟 他官人都要叫我家老爺一聲大哥 總而言之 他得喊我一聲大嫂 你趕快阻止他 不要殺比較好 那稍微打一下可以嗎 也不行 可是他一直吵呢 大嫂你也不要說話了 嫌我多話是吧 我現在不說可以 回去我就要跟我老爺嚼舌根了 嗯你是不知道自己的處境了 你還以為你是掌門的千金啊 你家官人是天下最帥最出眾的少俠 美貌的姑娘還少得了 他騎他的紅顏知己哪一個不是騎女子 你往後日子不好過咯 沒關係 我看你是不清楚啊 只要我一句話 靠荼毒的小刀 你去看過掌門了嗎 嗯還在睡覺 掌門最近氣色不錯 也許他只是睡得比較久而已 也許有一天 他會忽然醒過來的 那樣的話啊 該有多好 三師兄說 想請可靠的人 護送掌門去鄉下安養 四師兄已經找好的地方 以後你有空可以去看看他 啊不然就把掌門接到那個瑞森那裡啊 OK吧 靜笑一下吧 我有一些話不知當不當問 你開心嗎 還好 嗯那就好 聽說他有好幾個 紅粉之己我還怕你會受到冷落呢 看在你夫君的面子上 五檸檬的人不會找你麻煩的 師兄你不回家嗎 我 唐門就是我的家 別擔心 改天我就回家了 那我要走了 這麼快 有人在客棧等我們 好 那我來送你下山 那我就送你到山門咯 那 就在這裡跟你道別啦 師妹向你揮了揮手 轉身而去 小師妹 我們正在造極西武林 準備要跟武林盟相抗衡 為什麼呢 為了唐門 為了唐門 我愛唐門 如今我是瑞家的人了 嫁出去的女兒是潑出去的水 我是不能幫忙的 小師妹什麼時候會說話啦 但我希望你們不要輸 要是你老公被我們殺掉怎麼辦啊 唉唷 終於賺到這1000塊了 四師兄終於給錢啦 小師妹 小師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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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奇地雷 做出了令人滿意的成果 想不到這個鐵竟然會敲完 出去逛逛吧 去外寶收租吧 去外寶收租還可以 拿點新像 碰上了有一些不想付租金的租客 習其了過來 又怎麼啦 交錢 我交你 給錢 你不給錢我只好給你倒 不繳房租 付錢 不付錢了國父你怎麼說 我們這麼有休養的人 哼 你先捨著吧 以後好好付錢啊 唐門的債務又增加了 明天就是西武林大會了 人事已盡 成敗皆在明天 我是不是該跑路啦 你還想跑 說說笑的啦 明天再跑 勝算越大我就跑得越慢 來大家都帶消息來了 我特來匯報 你說吧 我是帶著壞消息回來的 壞消息是武林盟真的來了 果然來了啊 他們倒也不敢直接殺進來 你早說我就先下手圍牆 看我給他們下個毒 你這一下手就做死了我們邪惡的罪名啊 那我們就 放一些我們平常吃的東西啊 我們平常就喜歡吃這些有毒的東西啊 這陣仗大概有兩三千人來了 我們人手不及對方十分之一啊 硬要所有的只有飛石幫了 幫主跟我們拍胸虎擔保 卻不知道明天會不會來 你去歇歇吧 完蛋了 到頭來還是變成這樣了 兩位師弟 我有話 但我還是要再說一次 你的金玉良遠我聽進去了 我要去打包行李了 如此甚好 至於趙師弟你 你沒虧欠堂門什麼 可是沒有人可以趕我走啊 我離了家他鄉更非我容生之所 我縱然心黑也不想與那人間同色 你真要讓我變成大魔頭嗎 我想好了 我要是下山我就要弄一個唐聲教出來 這就是新魔教誕生的契機 到時候你就知道 是你把我趕下的堂門才會死這麼多人 好那我就不說了 要能許願的話希望我後天還能在弟子房中醒來 成敗接在明天了 你們看著吧 唐門 由我來守護 廁所 由我來走一招 30分鐘之後 馬上回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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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算開溜嘍 很好 本門有這麼多重情重義之人 實屬萬幸 師弟你了 雖然我武功變高了 可我骨子裡還是膽小 沒那回事 死馬前有云 人故一死 或重於泰山 或輕於紅毛 用之所趨矣 我想要死 也要死的體面 弟弟 你有什麼想要的嗎 嗯 姐姐怎麼來了 既然唐門沒有什麼策略要我配合 我就要自己來囉 我打算轉手圍攻 自己先打下去 當真的 要是辦得到 我就先把上官家族給殺了 替我師父報仇 要是我辦不到 我就死在路上吧 我走嘍 我走 武林萌來了 逆破多少人 一個人 何方神聖 你是 你是 能稱鷹匣的萬里前輩 死跟鳥人啊 你看起來不像武林人 年紀也不輕 卻換我前輩 恩 我確實是年過而立才敗死 但論位分 你是前輩 很好 不過今天我來是屬十年之約 你這小子是代掌門 一垮唐門就算完了 我給你們行個方便 你派一個人來與我過招 十五招贏我 無論生死 恩怨了結 先是說好 我要找的是唐門的弟子 只剩我啦 十五招 我的戰力只有六千 他起碼有一千以下 別說打死了 掌援掃到他就拍死了 好 其他人去迎戰武林盟的人馬吧 扛下他十五招 萬里蓬城 金鐘罩 護體器罩 沒血 被咒死會接觸暗器 施火攻 他會抓住我的暗器喔 先掃他死灰粉再說啦 他啟動了金鐘罩 看我要戳爛你的大胳膊 好 他生氣了 只能捧人 有暗器 九十趴 現在沒中 火也發火 九十趴沒中是有點曬啊 九十趴又沒中耶 真的是有點曬 暗器 暗器 衝到啦 他身上有點麻麻的 石灰粉 出絕招了 他有這麼多氣喔 為什麼三十氣可以出絕招啊 他這樣應該動不了了 看我嘴公 嘿 你在動 你去動 蛾澡丁 我一意流星飛燕嶺 送你下地獄 嘴巴攻擊也很強的啊 嘿 你已經生獸劇毒了 受死吧 最後 必殺大絕招 我大絕招竟然還有六十肺的版本 這起來囉 學個名聲 大幅上升 承浪了 前輩 不得不服老啊 你體魄內攻都不過是二三流的水平 但卻知道攻守進退之道 你這傢伙確實是武功高強 如果你再活久一點 再身後個幾層 說不定就可以跟瑞森小友 分庭抗憤啊 是小師妹的丈夫吧 你要我別去威脅人家 我就偏要去 好 與你一戰 我已盡故人之情 剩下的事 隨便你們 老夫去也 這隻鳥人是代表哪個派的啊 好 彷彿聲從山道船來了 對了 趕快去助陣 你歇著別忙 怎麼了 能是怎麼了 就贏啦 他們壓根沒把我們當回事 想收死了唐門再對付泥教 只請了萬里前輩出馬 剩下的柔柔跟著上山 然後 越打越不妙 等不到捷報 你還把萬里前輩打跑 他們就善了 幹得好啊師弟 大家全都是工程 那龍香呢 接下來你說怎麼辦呢 你是掌門啊 你說啊 OK 衝下山去 阿衝啦 師師兄你不是走了 欸 我感覺到贏了 我又回來啦 我又不是傻子 嗯 可就算十毒 九輸 只要一層 至少兩層 兩層我就敢賭啦 師師弟 只有我回來喔 其他人是真的走遠囉 快點啦 這山路是窄了一點 又不險峭 跟我們中南山是相差了十萬八千里 你別五十步笑百步啦 我都在這三道邊打了盾 你們才來 飛天門的到啦 空銅派的 留點口德吧 空銅派的來幫我們守門喔 你的抉擇 看起來兩個都是一樣的 全力突圍 全力突圍 衝啊 師兄我們負責斷透 好 我們就一直全力突圍 不好了 大事不妙啊 兩位大人 這個是 丐幫的青龍老俠 沙長老 和是驚慌 大公子 真夠意思了 竟然給我稱作老俠 大大的長臉 他們的瘋子衝過來啦 打 打過來了 這點小場面 你不會收死不了吧 我可以處理 這群亡命之徒 想來襲殺盟主 我男公生在死 後面這些是些什麼東西啊 平民百姓啊 對面有兩百個人啊 我們堂門 也有五個人 師兄我們的份 全指望你了 好 回頭再見 師姐要是我們能活 能不能跟我澄清啊 不必活 死了也在一起 師兄他們來了 武林盟主 小綿羊 想去哪裡 身邊確實是有很多的妹子啊 別忘了你現在是瑞加的人喔 去了就是叛徒 隨便 冷靜一點 別聽別看 你好不容易忍耐至今的 不是說可以不必趕盡殺絕嗎 你騙了我 真不像話 不愧是山村的山野的村姑啊 那是以唐門不抵抗為前提啊 唐門的犧牲是必然的 若是你家人們有忠君愛國之城 就應該 繳械納手 慷慨就義 你說誰是賊 唉呀這裡也有一條金狗啊 你們看好靈兒 這群北方女子個個讓人心煩 真想全部殺光光啊 戰況怎麼樣 盟主你怎麼來啦 殺個金光只是早晚的事 恩最險不是人多而是人少 只要有一個人衝過來就大事不妙了 看來該我出手了 萬萬不可啊 兩位老友 我們也入陣去支援吧 全真的大長老 南宮老人 也出動了 那我就這麼看著嗎 武林盟主遠道而來 怎麼不上山來啊 你不來我只好自己下來囉 盟主請後退 這等三流獲色不配盟主拔劍 盟主我也來幫忙了 妖孽 完了假和尚也出現了 不必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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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神 向盟願意代為打發 喔我的天啊 你們真的要打 引道長 不如我們換個地方吧 可以 這裡怎麼樣 西洋挺好 適合復死 放馬過來吧 巷掌門 那不是說 唉唷 全部都幫喔 高手 風範 雙方攻擊力下降60% 氣力減5 連擊數 這麼多 每回合造成小服傷害 有機會造成膽怯 先丟暗器了啦 他第一招 五劍 還要用全針劍法 龍銀弓 敗續弓 他現在嘴砲有實際的攻擊傷害了 完啦 沒有氣啦 我要沒有氣啦 哇他這個迴避 這招在幫他迴避啊 引道長一直擋著我出招啊 與其說他 腳步錯亂向外行 他像是一個人反踏某種陣法 他不希望我們打起來啊 丟不到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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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氣沒了耶 我先來個嘴弓 記住唐門暗器的厲害 快 旁門的快跑啊 冰刀要生不住啦 引道長 你也不用白費心機了 啊 倒長被趕走啦 他其實也沒什麼氣了啦 丟到他了 丟到他了 迎難而上 哎呀好痛 但他要噴半管血了 哇好痛好痛好痛 這麼難丟中他啊 先灑一個石灰粉了啦 我也不能被他打中啊 歪了他出絕招了 阿 勝負已分 事情還沒完呢 已經結束了 早在很久以前 堂門就種下了破滅的因果 我自行我道 便是千夫所指 亦無怨有 看我的絕招 三師兄的一拳 四師兄的一拳 還有師弟妹的份 堂門名不虛傳 不愧是天下第一暗器大家 堂門的暗器人死如燈滅 你們燃盡了生命之火 我們燃燒殆盡了 請進 心神怎麼沒來找我們 倒閃 全都是夢一場 啊夢一場 啊夢一場 他會死喔 真的得看一下書的內容欸 真真正正的最後一場夢了嗎? 做了一場夢 又夢回來了 今天你必須得死 太白行跡 這個太白行跡很強啊 全屬性超幅提升 引道長一直在阻攔他的出招 太白行跡 他的太白行跡後面是會慢慢消掉的 消掉才丟得到 前面真的丟不到 引道長撤退了 靠我按氣 完了沒有自動回氣了 按氣 正能沒丟到 開 開 感覺好像出絕招 水公 武林盟主算哪根充 開 開 開 好 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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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丟暗器 最後的暗器 根據修養提升回復的氣力 如何盟主 拼著把手剁了扔出去的覺悟就算是我也揍得到你了 我贏了看到了吧武林 這傢伙竟然殺了盟主 小心這個人武功一定非同小可 他用的一定是骯髒的伎倆 去死吧 你受千夫所指血佔至今早就已經由盡燈窟 站著都是奇蹟了 瑞生 好啊你幫著外人謀殺親夫 虧我還覺得你安分 原來是個淫婦 小師妹 他是我師兄 別吵了 這個傷不知道能不能救啊 必須要能 要是不能 跟著你師兄就好 還想來 幹什麼 你又再敢動我小師妹 我看你也已經活不成啦 師兄我走了 又怎麼了 大俠救命啊 你們是梅山鎮的居民 從哪裡來的 我們是從閩川逃難過來的 沒有地方可以去了 你說清楚一點難道是空同派 西夏打過來啦 西夏怎麼可能突然打過來 聽說鼠中有個堂門 有堡壘可以收人 我才過來的 堂門 已經沒人了 那怎麼辦呢 這地方擋得住嗎 先找地方安頓 放心 武林盟是不會袖手旁觀的 各位大俠 我說這事還是別攤上我們了吧 什麼 國家大事啊 就應該朝廷派兵對付的啊 我們求的是天下第一啊 難道瑞盟主的豪顏都不算話了嗎 這兩個一個死了一個半死 喔 說的不算數囉 打魔教歸打魔教啊 其實我也沒想過打一個堂門就死這麼多人了 先溜了 宋大人 你看這群人還自稱是俠 看來你對江湖有很深的誤解啊 真的為國為民 誰會把性命用在江湖呢 但是以前的武林盟 明明就 那是南宮智 洪彭王 那是曾文先生 還有龍淵 他們是真正的大俠 可惜這個時代沒有大俠 這個時代只有瑞森大俠 每個人都是有血性的 但每個人也都怕死 必須要有人去燃燒他們 就在今天 就在剛才 朝廷撲滅了江湖最後的火 事實上再也沒有堂門了 我交差了 我要回福建去了 您也是江湖人 再也不是了 我上官世家遠在東邊 戰火燃燒不到 靈安府就算被打下來了 我就要去日本了 儘管去告我的狀吧 武林盟主敗於女首 勤俠五首 只得潰散而逃 西夏向金借道 先滅空童 由極樂教接引入關 控制了西俗六周 接著 金國調重兵與西夏化敵結盟 全力攜頌 短短數年之間 大宋 就滅亡了 這改朝換代了 已經不是宋人了 你們消息也太不靈通了 要不是我來跟你們說 你們都不知道誰組中原啊 其實快則三年晚則三十年 大宋氣運必盡 要是武林盟主沒被打敗 武林盟能擋得住嗎 要是武林盟沒去打那個堂門 世界就不一樣了 但他們就是打 他們可真傻 大家給點錢吧 來給你 有就感激不盡了 省著點花 嘿嘿有錢囉 來壺茶 客觀酒來了 要不要再來一龍包子 猴額酒 家裡婆娘等我回家吃飯了 那我就自己慢慢享用吧 小趙啊 你家裡人呢 誰知道呢 快過了年了 我讓婆娘多炒兩道菜 一起過來吃吧 我這外人湊什麼熱鬧呢 我也不是什麼好人喔 你一看就沒啥本事的 難道你能殺人放火 不好說啦 是該回去看看的 大院沒人的 但也要回去掃 店家你這鋪子都爛透了 趁早別做了吧 沒有上限咧 正是 啊!! 鬼啊!! 沒有搞錯 醒一醒 喔喔 我剛才夢到牛頭馬面 你心跳確實是停了 這是怎麼一回事 我路上慢慢跟你講 我們要去哪裡 都退隱江湖了 我們去說相聲吧 你怎麼啥都說不清楚 要我跟你去說相聲啊 我就路上跟你說嘛 走 大師兄這般好事的人 怎麼會不知道姓花仙呢 他早就問過命了 早知命中有此一劫 所以死而復生是重重緣法交錯 是真正的奇蹟 他有感於功力停滯不前 不能掌握飛燕流星靈 長此以往難復師門厚望 於是挺而走險 修煉了九轉輪迴大法 但他練的幾乎是走火入魔的 內功不進反退 就此陷入了瓶頸 這個人要除掉飛俠 餵飽萬無一絲 參入了五色擬化去大師兄唐門的內功 生屠龍吸去了所有唐門的內功 還拍了一掌入氣入體 使他體內的九轉輪迴大法 終於大成圓滿 大師兄一直在偷偷的看我們 對 他真的從墳墓爬起來了 九轉輪迴大法行於氣脈之下 無聲無息 直至周天圓滿 以蒸氣自行按摩心臟 輪迴殊生 真的是殭屍 這是什麼造化 吉人自有天相啊 換作是你 早就死囉 那你既然沒死 你當時在幹嘛 自然是在另一個少不了我的戰場囉 你的故事編得真好啊 你的故事編得真好啊 雖然知道都是假的 還是聽得我提心吊膽 你與大師兄組成的相聲組合 你與大師兄組成的相聲組合 同樣的段子縮了上百回 大家總吃這一套 等到三合一組 你倆也變成白髮蒼蒼的老頭 大師兄先離一步受終正起 在病床上如釋道 我想通了 為何我老了你卻沒變 因為你從一開始看起來 就很老 他毫不戀戰地離開了城市 你們有時候甚至不必準備劇本 隨便說話就可以引人發笑 你長得越奇怪 反而越受歡迎 你比大師兄還要受歡迎 擁有他所忌妒的才能 就這樣造火的一生 過完了 最後沒能見到 沒能見到我的 新神啊 可以等他之後出DLC啊 還很多啊 龍香 龍香沒有人殺到上官 家族的面前 看來 只在路上走了 武林盟俠帶風雨 精細殘陽落下 決戰夜前分外寧靜 成敗皆在明天 終於還是迎來了這一天 練舞場上 任誰也知道 留在此地 有死無生 有些人走了 但他們也不是不講義氣 武林盟俠帶風雨 武林盟人馬位置 首先有一個鳥人 飛到了你們家 跟我們打了一打 但是 有我雜學天下武功的我 把他給打退了 縱然九死一生 今天就是你召喚奇蹟的那一天 你戰勝了武林傳奇 萬里蓬城守信離去 就在你想去幫山 山底下的時候 唐門弟子回來報訓 原來武林盟 沒出什麼高手過來 師師兄此時也就跑回來幫忙了 你們背水一戰 清朝而出山道上 師弟妹們主動捨命斷後 把血齒的悲怨託付給了你 唐門之魚武林盟宛如 慈福和大樹可笑不可自量 他一到眉山就控制了外寶 小師妹出嫁以後 依然關心師們 為此沒少走動 把所有值錢的東西 都拿去給人打點了 可惜他給的人 是姚和 他不是不恨姚和 但姚和又是哭又是道歉 偏生小師妹心地善良 又想姚和從前也是唐門的師弟 既然痛改前妃就讓他代罪立功 結果姚和拿去揮霍在青樓裡風流快活 他只好寄望在他的老公瑞申 盼郎君多少惦戀夫妻之情 希望他可以不傷人命 到頭來還是希望落空 有人得天獨厚生來什麼就有 機緣無數 英俊瀟灑 拔劍登高 呼引風雲 江湖對他來說就像遊戲 有的人就像你 相較有如雲泥 你們的掙扎為他的傳奇多添了一筆 終歸要數從來都不公平 幾十年之後江湖後學問老盟主 畢生遭遇最強之敵是誰 瑞申不假實屬就答是你 比不上天道法王拳角力 足開天辟地 比不上極樂教主化群雄內律一體 可你最後的拳 滲透了人心 這是唐門最後的暗器 飛俠歸來 好多點數喔 差不多阿 剩下的就可以等DLC了 這種好遊戲大家要多多支持阿 多花錢多買阿 這樣玩了多少錢阿 在Switch上面應該值個3000塊吧 我覺得至少是3000塊的價值 在米哈油上面免費 在米哈油就直接免費 369太扯了啦 賣369是什麼價格阿 不行 我要找到他Donate他 人家也是這個獨立遊戲 開發很辛苦的阿 米哈油是拼美術跟劇情阿 東山的劇情也是不輸阿 力量 理想 歸術 那個緣分的10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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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